藍尾杯葛在今天成功站上背巡台 面對藍尾連番質詢萊豬的議題 孫昌卻是頻頻祭出反質詢回敬 卻讓藍尾林一華直呼是人身攻擊 更讓立院男生講萬愛罕見爆氣 當場炮轟蘇院長態度傲慢非常可恥 似乎等站上背巡台等很久了 請教院長蘇貞昌反客為主 沒再客氣 連兩尾林一華的爸爸都翻出來講 卻沒回應萊豬開放前到底要怎麼查場 蘇貞昌這一些微表情 即使不開口酸也已道盡一切 你問一句我反問三句 蘇貞昌背巡台上態度 讓蔣萬安都動了火氣 會攻擊性這麼強 難道是藍尾的輪番質詢才到蘇貞昌痛覺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選舉還講說 選蔡英文就是選萊豬的開放 結果呢還有很多用假消息啊 被你們移送 說這在放假消息 現在來看這些真是先知啊 萊豬到底是實安議題 還是政治議題 現在已經被操作成為政治議題了 難扯萊豬是被操作 也可以忘了過去如何打假 但此刻貴為行政院長 蘇貞昌進立法院報告 就是向民意負責 光靠你好大 我好怕的氣勢逼人 恐怕還不足以讓民眾心甘情願 把萊豬吃下肚